罗戎桓传 第24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组建总干部部 1949年5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 罗戎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他因病位随军南下 回到北京继续休养 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宣 8月间 中央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 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罗戎桓向中央反映 自己身体不好 恐不能胜任 但他推辞不得 便决定留在北京 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牵制南池子18号 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 但当时汽车很少 环境还算安静 罗戎桓全家在这里 一直住到1954年秋天 9月20日 罗戎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 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 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戎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 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 1950年4月 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 由他兼任部长 于是 他便请李六如 兰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 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1931年2月即已建立 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1933年6月到1934年9月间 罗戎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 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 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 总政的机构很小 直到进入北平 仍是这样 当罗戎桓接任主任时 机关只有1020个人 这时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 军队从干部配备 组织编制 各项制度 武器装备 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 需要加强集中领导 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戎桓一上任 首先抓的 就是配备领导干部 为了使领导机关 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 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交流各部队的经验 在配备干部时 罗戎桓在坚持 德裁兼备条件的同时 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 在他的建议下 中央军委任命附中 原在红四方面军 延安总部和肖华 原在红一方面军 第一一五师 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 后来 又调干四起 原在红二方面军 第十二灵师 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 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 罗戎桓 附中 肖华等认为 政治机关除需保留 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 宣传部 保卫部 联络部以外 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 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 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 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 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 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 绝大部分是青年 青年工作 有着光荣的传统 早在罗戎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 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 但抗战后一度取消 在罗戎桓倡议下 政治部将青年工作 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 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 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 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 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 电影放映的经常化 文艺出版 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 在罗戎桓倡议下 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 成立了文化部 提出了面向连队 卫兵服务的方针 接着又延览了一批优秀的作家 作曲家 画家 导演 演员 运动员 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包括歌舞 画剧 歌剧 杂技 曲艺团 有一个时期 还有乐剧 平剧 和金剧团 在内的文工团 军乐团 解放军文艺设 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 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 做出了贡献 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952年8月 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 和文艺会演 检阅了部队体育和文艺活动的成绩 对部队文体活动更广泛 更深入的开展 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总政治部还先后建立了八一杂志社 解放军报社 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总政的部 处长也从各野战军选调 组织部副部长 由缘在一野工作的朱铭担任 后任部长 宣传部长由缘在二野工作的刘志坚担任 保卫部副部长由缘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蔡顺里 后任部长担任 青年部长由缘在华北和第一野战军工作的王宗怀担任 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由王宗怀兼任 文化部长由缘在第四野战军的陈一担任 联络部副部长由缘在第三野战军的黄远担任 秘书长由延安时代总政治部的未传统担任 1950年9月 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 9月13日 朱德出席了总干全体干部会议 并讲了话 他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监据任务后说 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事件伟大的工作 必须建立 并归毛主席领导 由罗荣怀同志当部长 他在我军是很有信仰的 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 总干部部同样依据五湖四海的原则 组建了领导班子 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 和第一野战军的徐立青 担任副部长 不久又调二野的宋任琼 和华北野战军的甘卫汉任副部长 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 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 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1950年9月25日至9月30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 罗荣怀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结束时至了闭幕词 这是一次对解放战争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 工作模范 民兵英雄进行表彰 以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推动各项工作完成的盛会 是一次成仙起后 既往开来的盛会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罗荣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 他对出国参战部队非常关心 他主持总政治部 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 开展了抗美援朝保驾卫国的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 做好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 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 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 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的活动 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俘虏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间 志愿军一些负责干部 路过北京看望罗荣怀 他都要详细了解出国部队的情况 并提出做好出国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出国作战 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罗荣怀认为 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 1951年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帅 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管理代表团 回国参加国庆管理 在今期间 罗荣怀多次同度谈了这一问题 他说 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 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 区的部队 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 团结人民军 做好群众工作 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几率八项注意 杜平提出 由于语言不通 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 罗荣怀对他说 志愿军语言不通 做群众工作有困难 可以用挑水 扫地等行动去做 要通过广大指战员 爱护朝鲜人民 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 去做 这种行动 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 为了实质战员 都能用实际行动 做好群众工作 必须在部队 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 使大家认识到 做好群众工作 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 而且是维护中 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50年代初期 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 和抗美援朝的同时 部队正逐步转入 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 由单一兵种 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由分散走向集中 由农村开进城市 由住民房到进住营房 正处于成先起后的转变时期 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珍 在回忆录中说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特别是向西南进军 和大规模的剿匪 任务还很重 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 还有待解放 又要进军西藏 军队一方面 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 要加强军兵种 和军事院校的建设 另方面 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 以建区结束 军队要精简整编 成建制的众多部队 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 军队工作 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续 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 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 就更为紧张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罗荣环和聂荣真密切配合 妥善周到的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 对此 聂荣真回忆到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 都涉及到人的问题 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支部 在完成这项工作中 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 当时罗荣环同志 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 我们思想一致 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 从来没有扯皮现象 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 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 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荣环在平静战役后 便累倒了 但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 为了能使高血压 心脚痛得到缓解 他每天坚持散步 他身体虚弱 且比较胖 走起路来 步履沉重 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时 方法是在路上记住一个标志 一定要坚持走到那里才回头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和总干部部长以后 他又带病工作 担子很重 经常到位于西皮市街 原指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 的总政机关办公 到中南海巨人堂 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 然而 他的病体 毕竟经不起拼命般的操劳 他的病时常发作 有时一个会开完了 他就得靠在沙发上 休息好长时间 才能缓过境来 罗荣环带病坚持 繁重工作的情况 引起毛泽东 极大的关注 1950年9月20日 他在罗荣环署名上报的一份 干部任命报告上写道 荣环同志 你少开会 甚至不开会 只和若干干部谈话 及批阅文件 对你身体好些 否则难于持久 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 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 罗荣环对此 自然非常感激 同时 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他仍然在带病坚持领导总政 和总干的全盘工作 掌握大政方针 为了充分发扬他的助手们的主动性 创造性 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 不置陷于忙乱的事物之中 罗荣环大胆放手 让他周围的干部各司其职 请肖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 请赖传珠 徐立清等管总干的日常工作 自己腾出时间来多考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 当时肖华 赖传珠等繁育重要的电报 文件都送请罗荣环审阅批示 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问题 就各自负责解决了 精简整编和组建领导机构 新中国建立初期 罗荣环的工作千头万续 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 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 1949年底 解放军已发展到550万人 但是除了少量海 空军和特种兵外 绝大部分是步兵 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太多 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 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 现代化程度很低 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 因此 部队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简150万人 实总的数量不超过400万 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 总政和总干 在罗荣环领导下 会同总参谋部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 便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 和调配干部 组建军兵种的重任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 罗荣环请萧华等 首先组织总政机关 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调查中 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原 发牢骚说 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 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 有些老弱病残的人 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 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 全国解放了 该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准备解甲归田 过上30亩低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 罗荣环让总政机关起草了 关于部队整编复原的政治指示 要求各级领导机关 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 使指战员懂得 紧缩部队编制 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 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 加强军队的建设 只是 号召广大指战员 留在部队的 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 转到地方的 要做模范公民 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只是 还要求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 各级领导 一定要采取 对指战员 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 对每一个人 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 做到留的安心 走得满意 各得其所 绝不能推出了事 由于方针正确 工作细致 在几个月内 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原 转业的巨大工作 并为以后几年 整编部队的工作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 和各军兵种的建设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 解放军在原来的陆军步兵的基础上 陆续组建了空军 海军 炮兵 装甲兵 防空部队 公安部队 工程兵 铁道兵 防化学兵 通信兵的领导机关级部队 需要大批领导干部 和各类技术干部 这些干部 主要依靠解放军自己培训 因此 新办各类军事学校 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培训师 团以上领导干部为目标 1951年1月 成立了军事学院 1953年1月 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 1953年2月 成立了后勤学院 1956年3月 成立了政治学院 为了培育高级军事工程人才 1953年9月 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干部 又先后成立了航空 海军 炮兵 装甲兵 防空兵 工程兵 通讯 测绘 军需 军械 军医 兽医 等各级各类技术院校 无论是建立各级领导机关 和各军兵种 还是新办院校 关键都是要首先配备好这些单位 和部门的领导干部 罗荣环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及时就军队各领导机关 和院校高级干部的 升迁调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应情况 提出建议 从而成为军委 在用干部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从组建总干部管理部开始 罗荣环就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选调配备干部 他总是要求按照任人危险的条件 请各军区选调 并征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部长们的意见 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 以及历史上各个大军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 按照这样的要求 1951年总干部管理部 从全军抽掉了三万多名干部 使各总部 各军兵种 各院校的领导机构 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 罗荣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和干部工作部门 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 要有联系群众 公道正派的作风 他只是总干部部 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 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 他认为 只有通过检查工作 个别谈话 听取干部的上级 同级 下级的反应 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 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 才能对干部使用 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 对此 罗荣环自己一贯身体力行 他经常找干部谈话 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 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在配备总部 各军区 各军兵种 各院校领导干部时 他曾从许多干部做了谈话 这些干部多年后回忆起来 仍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罗荣环历来非常重视 选拔新生力量 他说 配备干部 不要一律看资格 主要看干部的德才 看有没有发展前途 这是个带方向性的问题 在他受益起草的总干部部 1951年工作总结中 就批评了那种 提拔干部 只看何时入伍的论资排备的现象 要求大胆破格的提拔那些 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 而不要受资历的限制 1950年和1951年 为了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加速人民解放军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在罗荣环的倡议下 又在抗美援朝中 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 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中很多人 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向文化进军和政治理论教育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 必须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 罗荣环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 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 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解放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 在旧社会 他们为了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 绝大多数人没有读书十字的机会 参加革命后 荣玛空总 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化 但零零碎碎 不成系统 因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指战员的文化水平 普遍偏低 据统计 在战事中 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 占八十百分号 在干部中 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 占六十八百分号 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 就占了三十百分号 不少连队找个文书 私务长都很困难 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 干部战事学习技术 也很吃力 1950年6月 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 住户防空部队 虽然已经装备了 比较先进的高射炮 可是干部战事文化水平低 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 还不能熟练掌握 有时在战斗中 就错过了战机 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 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 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 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 军队的文化素质 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 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罗荣环紧紧抓住 提高文化水平 这一实现军队 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 1950年 他主持总政制定了 关于在军队中 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经毛泽东审阅 并详细修改后 于8月1日 由军委主席毛泽东 签署颁发全军 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 和生产任务外 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 着重学习文化 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 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 只是 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 速成的 联系实际的 但又是正规的 其中 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 为毛泽东所加 这个方针要求部队 要从实际出发 在较短的时间内 学到实际有用的 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 罗荣环所领导的总政治部 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 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 全军各级政治机关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 和组织保证工作 建军被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 在很短时间内 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五万多人 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二百多所 速成中学六十多所 抽调大批骨干 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 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 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 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 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 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 编映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 连学习用的纸张 黑板等物质保证 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1950年10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罗荣环除了同聂荣针 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 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 在他受益下 总政治部提出了 1951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在要求文化教育 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 继续强调 在任何环境下 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提高文化 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 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1年12月 中央军委决定 从1952年6月 至1953年5月 全军教育训练 除海 空军及雷达部队 有文化者外 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 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 要求在一年内 扫除止战员中的文盲 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 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 为此 1952年 中央军委又发出了 部队文化教育大纲 部队迅速掀起了 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 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 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 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 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 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 竟让小鸟在炮筒里累了窝 有的干部反映 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 罗荣环对这种情况 做了具体的分析 他认为 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 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 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 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 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 当然 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 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 工作单打一 只抓文化学习 以及过多地抽干部离职学习也有关系 因此 解决的办法 首先是加强教育 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 同时也要学会科学的安排工作 这时 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逃柱到部队做了调查 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 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 但不能 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 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逃柱的调查报告 批转全军 在批示中重申 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 部队训练中心 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要取得成果 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 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 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 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 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齐建华总结出了速成十字法 能在大约150克时左右 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1500到2000单字 受到群众的欢迎 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个经验 接着 速成写字教学法 速成写作教学法 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 也相继涌现 总政治部也都及时做了介绍交流 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 缩短了教学进程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 罗荣环佑多次受益总政治部发出文件 提出 必须全面地 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 所谓速成 不只要速 更要成 要防止贪多冒进 只搞突击 不注意稳固 只看眼前的需要 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 各种速成的方法 都是在一定问题 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不能片面夸大 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 所谓联系实际 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 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 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 罗荣环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 除了各级速成学校 吸收大批干部学 文化以外 1953年底 根据罗荣环的建议 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 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1953年 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 部队文化水平状况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全军由原来80%号人员 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 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 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制初中的水平 到1953年下半年以后 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 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 继续提高 罗荣环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 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 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 部队中思想教育 尽管非常及时 活跃 但主要是讲政策 讲形式和任务 解决干部战事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 因受到条件限制 当时很难系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 军队进入了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只靠临时的突击性的实施政策教育 和宣传鼓动就很不够了 还需要使广大干部 懂得更多的革命理论 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1950年底 总政治部召开了 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 罗荣环在会上指出 必须在各级干部中 有指导有系统的进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 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水乎 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 是提高部队战斗力 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 1951年1月 总政治部根据罗荣环的意见 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 规定把政治理论 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 加强学习领导 干部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组 规定初级班以阶级观点教育 与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教育为主 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 列宁主义基础 党的建设 高级班学习毛泽东著作 联共党史 政治经济学 思想方法论等 1951年11月 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教育工作会议 按照罗荣环的意见 提出了系统的 联系实际的 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11月 副中副主任 在全军学校政治理论 教育座谈会上 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 针对有些干部 以为系统学习理论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产生急躁情绪的状况 他明确指出 理论学习往往并不能像立竿剑影那样 所以 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 副中这一篇讲话 发表在八一杂志上 当时 谁也不能料到九年后 当林彪大搞实用主义 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 要立竿见影后 副中这一段无可非议的话 竟成为一条罪状 1953年6月 总政治部又发布了 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 大纲根据罗荣环的意见 要求有计划的学习中共党史 以党史为线索 系统的学习 毛泽东选级 为了解决部队中缺乏理论骨干的问题 总政治部在1951年和1954年 先后开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 和宣传干部训练班 宣传干部训练班设在北京宜和远北宫门外的大友装 生活条件虽然很差 但靠近中共中央党校 学习条件是很好的 4月24日 训练班正式开学 萧华代表罗荣环出席开学典礼 勉励大家认真读书思考 注意运用理论原则 去分析回答实际问题 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真 范文兰 艾思奇等担任教员 还组织学员到天津 大连 安山 沈阳等地的工厂参观调查 使大家看到 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力量和前途 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800多名理论骨干 与此同时 各大军区也先后按总政要求举办训练班 共培训了几千名骨干 有了正确的方针 明确的规划和一定数量的理论学习骨干 部队在向文化进军之后 又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 几年间 广大干部普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 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 取得了较好效果 他不准的 练习 坊子 一 有了 练习 黄 练习 练习